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东陵文武管理处研究室主任李延为您精彩讲述 经历清代帝灵制 充满矛盾的道光帝墓灵 大家好 今天我讲道光皇帝的墓灵 道光皇帝名字叫做爱心觉罗明灵 她是嘉庆皇帝的第二子 生母是孝树瑞皇后喜他拉使 那么道光皇帝在位三十年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两个字 节俭 那么道光皇帝在他继位之初 道光元年争议初八就发表了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的题目叫做生色获利论 那么在这篇论文里面 道光皇帝从生色获利两个方面 阐述了他们的危害性 那么他主张人们要节俭 不要浪费 阐述了节俭治国的观点 那么为了加大执行力度 人道光皇帝还从自身建设抓起 那么他曾经下过这样的预志 他说 伺候皇子皇孙一经止婚 其福尽富家制备庄联 不得以奢华相像 一概物充节俭 就是我儿媳妇的时候 亲家 你可不要大操大办 一定要节俭办事 那么在一些个典籍故事里面 我们也曾经看到过一些记载 说道光皇帝很简朴 很节俭 他曾经在朝堂之上穿过补丁裤子 说这裤子上打块补丁 让朝臣看到了 这皇帝多节俭呢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的中宫皇后过生日 千秋节 那么道光皇帝只给准备了一碗猪肉打卤面 那么在一些个历史的记载当中 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不管这些事情是真是假 总之道光皇帝很注重个人形象 很注重节俭 这两个字是没有错的 大家印象很是深刻 但是道光皇帝在建灵寝这件事情 他却不怕花钱 在他的一生之中居然三次建灵 大家想一想 那每一次建灵不得耗费大量的国堂吗 这道光皇帝就不怕花钱了吗 那下面呢 我把他三次建灵的经过讲给大家 第一次建灵 是王佐村邻寝 王佐村呢 在北京西南 是一处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不好怎么能建灵呢 可是这处灵寝呢 并不是建设在 建设在道光年间 而是在嘉庆年间建的 那么里面埋葬的呀 是道光皇帝的嫡妃 纽路氏 也就是后来呀 被追封为孝慕皇后 这位这个女子 这个女人呢 我介绍一下 这个纽路氏啊 在嘉庆元年 这嘉庆皇帝 把他指婚给自己的皇二子 敏宁 也就是后来的道光 这一年呢 道光十五岁 这小两口啊 生活得很和谐 很美好 因为是父皇指婚的呀 又是初婚 第一次结婚 生活得很和谐 可是啊 天有不测风云 到嘉庆十三年 纽路氏得了一场大病 疑病归天 他去世了 那么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啊 这个纽路氏 终生没有生育 你想跟道光生活了十三年 那也得三十来岁了吧 这十三年当中 未生育 一儿半女 没有生育就去世了 那么这种情况 嘉庆皇帝 他的公共 能满意吗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啊 嘉庆皇帝 很是照顾这儿媳妇 给他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允许或者给他使用金黄色 我们知道黄色 那在那个年代里面可不是轻易使用的呀 那只有皇家 皇帝 皇嗣 才使用黄色呀 那么纽路氏 充其量就是一皇子的嫡妃 却被允许可以使用金黄色 这真是太照顾他了 为什么呢 人们打了一个问号 这个嘉庆皇帝 怎么这么照顾这儿媳妇呀 他都没有生育就去世了 一个问号 那么第二 照顾他的第二件事 就是给他修建了一处园寝 这个嘉庆皇帝 在王左村 这处山清水秀的地方啊 给他建了一处园寝 这大家就更闹不明白了 所以这个一般来讲啊 这个不要说是皇子的附近 就是皇妃们 皇帝的那些个妃子们去世 也都是庭官待葬 给妃子们建什么灵啊 要等一等 先待荡 停官 在自安处临时安放的 可是这个纽红路是 儿媳妇一去世 嘉庆皇帝 就命人到王左村 给他选择风水宝地 要建灵 这事真是很新鲜 是吧 都没有庭官待葬就建灵吗 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么我们经过考证啊 史学界有一个共识 无非是沾了他老公道光的光 这个道光啊 在嘉庆四年 已经被嘉庆皇帝啊 秘密立为皇储 立为皇太子了 那他就是太子妃啊 那么纽红路是将来就一定是 会被追封为中公皇后的呀 这就明白了 原来呀 他已经被秘密立为储君了 这个道光 所以呀 他这个附近纽红路室 是沾了道光的光 非在嘉庆十五年到十六年呢 这个王左村原寝就建成了 建得不错呀 碑亭都有了 这个建筑规模也不小 但是嘉庆皇帝 当时心里是明白的 这个原寝 不管建得多好 多漂亮 规模有多大 那也都是权宜之计 为什么呢 你想将来人道光 继承皇位 做皇帝了 那能要这个地方吗 那只是权宜之计而已 但是啊 道光皇帝可没这么想 这个道光一继位 嘉庆去世了 他继位了 就认真了 他想把王左屯原寝 作为自己将来的 百年之后的归宿之地 所以他一继位 就派出大学士 戴军园等 到王左村去 你们过来到那去的 干什么去呀 把王左村原寝 给我规划规划 变成皇帝陵 这就是你们的任务 这个戴军园心说 哎呦 这不是权宜之计吗 我把它给你编成零 哎呦 那工程可是不小 但是亡命难为呀 去了 这个戴军园一行啊 倒在王左村原寝 进行精心的考察 测算 看看山势 看看地形 然后看看周围的形势 最终啊 得出了两个字的结论 不行 这个地方不能建成皇帝陵 为什么呢 说你说不行就不行啊 那皇帝有这种心思 你如果不给他办成 那要遭到杀头之罪的 你戴军园岂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呢 戴军园呢 思来想去 得说服道光皇帝 于是啊 他明思苦想 准备上折子 列举了两条理由 第一 工程太难 有难度 有什么难度啊 要拆迁 你要扩建 就必然要拆迁 就给大纪元说了 要把它扩建为灵寝呢 那可要大规模的拆迁 要签二十多个村庄呢 还要签几十座坟 还有庙宇 您说这不是犯忌讳的事吗 第二 严重违背组制 说组制里面有规矩啊 我们建灵 皇帝建灵 那是有规矩的 早年在乾隆皇帝 就曾经立下了规矩 我们看 尊化一周两处 山川深邃 灵袖所中 其中极地甚多 亦可不必于他处 另为选择 致防小民田产 这是当年乾隆皇帝 留下的一道御址 告诫他的儿孙 只有在尊化和益州 这两处选择万年吉地 不然的话你会妨碍小民田产的呀 这是当年乾隆皇帝 留下的一道御址 这折子递上来了 人代金元呢 就这么两条理由 这道光皇帝一看 说第一条啊 还好办 说我是一皇上 堂堂的大清天子 拆迁 有什么好难的呀 想办就办 但是第二条可不好办了 说你拿什么理由来说不好啊 你拿出当年乾隆皇帝的御址 来读我的口 来读我的路 那我真的是无话可说 于是啊 他很沮丧的说道 朕自营克尊成县 于东陵界内选择万年吉地 哎呀 很沮丧 我的想法是在王左村 扩建 建成灵寝 但是这个代金元 一拿出组织来说不行 那好吧 也只有在东陵了 按照目之志 那我爸爸嘉庆在西陵 那我可不就在东陵选吗 就这样 道光皇帝呀 放弃了王左村原寝的规划 所以呀 王左村原寝 只是昙花一现的概念性的规划而已 并没有真正的实施 道光帝一生 勤俭监约 甚至最后 唠了一个抠门皇帝的养号 如果不是因为 他在灵情建设上 表现出的一反常态 那么我们到最后 也还会认为 他是一个虽然无所作为 但至少是一个 节俭自律的皇帝 我们知道 道光帝一生 曾经三次建立 那么这第二次建立 又是在哪里呢 这座灵情最终的命运 又是如何呢 那么接下来呀 我讲一下 他第二处灵情 位于东陵的宝华玉原寝 那道光皇帝呀 在戴军园等的阻止之下 很不情愿的呀 下达玉址 要在东陵选择万年基地 所以当时 他是带有一种情绪的呀 有一种情绪化的概念 在心头 没有办法呀 就来到东陵 选择万年基地 说戴军园你们去吧 你不说要到东陵去吗 给我去选择吧 大家来到东陵之后 辛辛苦苦啊 踏遍东陵的山山水水 看山势 看水势 要精心的选择 哎 最终还真的找到了一处 风水宝地 宝华玉 道光皇帝虽然开始来的时候 是带有一定情绪 不愿意来 可是一旦确定之后 那就既来之则安之吧 所以呀 还是非常认真 对待这个宝华玉工程的 那么我们从以下三点 能够看出 道光皇帝是很认真的呀 首先啊 灵性的功能是齐全的 这个宝华玉工程 开工建设 从道光元年就开始了 工程浩大 有这个皇帝灵 还有非元请 第二点呢 奖励了啊 这些个施工人员 包括那个 呃 承修大臣呢 那么第三点 就是道光皇帝啊 还修建了一座 公主元请 在风水围墙之外 啊 向东 马来与东的这个 许家御村呢 就修建了 公主元请 所以我们从第三点 看出 道光皇帝真的是 啊 想把自己将来就 安葬在东陵的宝华玉 这是没错的 可是啊 是啊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情 为道光皇帝逃离东陵 找到了借口 这件事情呢 就是东陵宝华玉的地宫渗水了 这当时啊 是一个保洁员发现的 一搞卫生的 在地宫里面擦地板的 他突然发现觉得 哎 这个地宫的空气 很是潮湿 潮气很大呀 再看一下墙根 有水痕 有水的痕迹 这个保洁员在想啊 这会不会是 这个地宫渗水了呀 不然怎么这么潮湿呢 他不敢怠慢 于是啊 慌忙把这件事情 报告给 东陵守护大臣 这东陵守护大臣 就不敢隐瞒呢 就慌忙的上折子 递给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一看 怎么着 这陵寝不刚刚完工吗 怎么就渗水了呀 又心里很没底呀 很是着急 汗都出来了 于是道光皇帝呀 就命令宗室竞争 前往查办 这个竞争 风尘仆仆 肩负着使命啊 就来到了东陵 赶紧结合 东陵守护大臣 一同啊 来到宝华玉地宫之中 查看真相 这一看不要紧 就发现呢 这地宫 真的渗水了 我们看 宫起木门 查看门内地面 有积水五分 珠层石圈 至地宫石圈地面 具有积水五六分 不等 真的渗水了 而且水还很深 这个情况很糟糕啊 所以这个竞争 等会同东陵守护大臣 赶忙上折子 报告给道光皇帝 哎呀 道光皇帝一接 这个折子一看呢 叫苦不迭 哎呦 真的渗水了 所以心情很是脑怒和沮丧 但是道光皇帝呀 要亲自来看一看 要眼见为实啊 要亲眼看一看 到底甚到什么程度 所以道光皇帝呀 风尘仆仆来到东陵 但是你不管怎么着急 道光皇帝呀 你也得走完程序 干什么呢 你要先拜祖宗 东陵埋着好多祖先呢 有顺治皇帝 有康熙皇帝 有乾隆皇帝 一个一个拜完 你才能够 到自己灵旗里面去呀 这是规矩呀 对道光皇帝呀 心机如焚 哎呀 这个拜祖先 那时候也是神不守舍 终于忙完了 来到了宝华于地宫 这一看呢 不要紧 这道光皇帝这一看 比他们汇报的还严重呢 真是火冒三丈 大骂这些个成修人员 骂得很严重啊 周围的人呢 都汗都下来了 这个找不到底啊 这皇帝这么骂人 会不会杀人呢 这很难说 皇帝嘛 天威难测 极有可能 道光皇帝在一怒之下 要杀掉承办大臣 在封建社会 皇帝的修建 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地宫渗水 也是相当严重的问题 毕竟地宫是皇帝和后妃们 百年以后的归属之地 按照他说 道光皇帝应该重诚承办大臣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 道光皇帝对这件事情的处理 这让人摸不着头脑 让戴金元 让满朝文武 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啊 发生了 我们看道光皇帝怎么处置的 着免其死罪 并免发遣 急行逐归原籍 用施法外之人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人道光皇帝 既不杀 也不罚 只把他发回原籍 这叫什么处罚呀 这低功圣水都这么严重了 这样一种处罚方式 让戴金元呢 意想不到 那么这还在其次 接下来呀 又有一个意想不到 让人们摸不着头脑 这个道光皇帝呀 居然拒绝采取补救措施 说低功圣水了 这件事是可以补救的呀 那么当年这个乾隆皇帝 在玉灵地宫 在乾隆十七年 也发生渗水了 那么这个渗水 当时也很严重 那么水呀 都漫过了石床 这当时是有记载的呀 但是乾隆皇帝 人家采取了补救措施 而且这个补救措施 是让道光 当时的道光来去执行的呀 所以道光应该清楚 当年我爷爷的这个地宫 灵寝地宫里面渗水的时候 是我带着人去采取的补救措施 心里面应该是清楚的呀 所以当时一些个朝臣 就上书道光皇帝 要求采取补救措施 是可以弥补的 比如说 找找这个渗水的源头 从哪儿渗进来的呀 采取补救措施 这非常正常 但是我们看看 道光皇帝是什么态度 上云设法修理者 不知事和肺腑 可笑之志 他拒绝采取补救措施 你们怎么想的呀 还补救 想干什么呀 太可笑了 对有什么好可笑的呢 我们今天想来 人家大臣出一番好意 要采取补救措施 你应该积极配合 干嘛还嘲笑人家 大家心里一头雾水 不知道皇上在想什么 到底怎么想的呢 那么接下来呀 大家终于明白了 因为道光皇帝做了两个惊人的决定 一是下令拆除宝华月灵寝 这个玉址一下 大家很惊慌啊 是为什么拆除啊 花费国家巨堂 花那么多银子 精心选择的风水宝地呀 建了七年的时间 花了七年的时间 才建成的宝华月灵寝 宏伟壮观 就因为渗水就拆除了 拆掉 不仅拆掉宝华月灵寝 连非冤寝一并拆除 道光皇帝呀 还精心布置 很具体 拆完之后呢 把那些个木料要保存好 将来再建灵还要使用 那么砖瓦石 在当地做好 等候处理 还做了一些个这样的具体的安排 那么第二个决定 继续选择灵寝 大家说这个事 这地方渗水 那东陵还有好多风水宝地呢 到别处去看看 到别处去悬悬 这道光皇帝就发怒了 就不要再东陵给我选了 到其他地方去 到哪呢 到丰润 到济县 到密云 到房山 到益州 到这么多地方去 唯独没有尊化 这不诚心的吗 当年乾隆皇帝规定 你就在尊化选灵 就在东陵选万年几地 他偏偏没有这个地方 这不诚心的吗 这是道光皇帝的精心布局 所以他这两个惊人的决定 把人们都惊呆了 那么就这样 道光皇帝精心修建的 花费巨资的宝花与灵寝 请客间毁于雨淡 拆掉了 讨木皆宾 头边断流 风声鹤唳 这三条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 勾勒出了一个人的大起大落 这个人就是南北朝时期的福坚 他曾经统一中国北方 差一点就建立起大一统王朝 但最终功败推成 他的失败是源于信格 还是战略 还是用人 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 为您讲述 风云南北朝之 如今敬请关注 也许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 道光皇帝为什么仅仅因为一个可以补救的问题 就一定要拆除宝环玉灵寝 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 在灵寝修建这个问题上 道光帝的表现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这种惊人的浪费可不是穿几件补丁衣服 吃几顿简朴的饭菜就能够弥补回来的 那么道光皇帝最终会在哪里修建自己的灵寝呢 完成后的道光帝灵寝 究竟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那么下面我再介绍 道光皇帝第三处灵寝 龙泉玉木灵 道光皇帝这次就放开手脚了 到处选择风水宝地 最终落脚在了西陵 就是益州西陵的龙泉玉 从道光十一年到十五年 花费这么长的时间 修建了一座灵寝 叫做墓灵 那么这个墓灵 道光皇帝应该知足了 应该满意了 因为你试不过三 你之前有过两处灵寝的经历 你这次要再不满意 那还能输得过去吗 而且这个墓灵 至少有两点 切合了道光皇帝的心理 第一 这个墓灵这个名字 是人道光生前自己墓定的 就是自己起的名字 我们说这些皇上灵寝的名字 那不都是死去之后 儿孙们给起的吗 是的 其他灵都是这样的 但是人家道光这墓灵 这个名字 是人自己生前就确定下来的 他生前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看 敬干东北 永目无穷 云山密尔 乌虎 其墓与墓也 大家看一看 才几句话呀 这里面就有三个墓字 这是道光二十八年 道光皇帝呀 和他两个儿子 黄四子一主 也就是后来的前锋 和黄六子一亲 也就是公亲王 和他两个儿子啊 说的这一套话 是二十八年 道光二十八年说的 我们看这里面啊 有三个墓字 就给人呢 一起试 给人启发了 所以道光皇帝一去试 灵寝建成 没有名字呢 先锋皇帝 命令李臣 给他起名字 这个李臣呢 拿来扛起字典 找字啊 翻来府去找 这个先锋说了 不要找了 你们看看大型皇帝 这道御址就明白了 把这御址拿来看一看 李臣们呢 恍然大悟 就叫穆陵吧 大型皇帝之前 在二十八年 就已经 默定了这个名字 所以你看 这名字是人自己 生前 决定的 那自然 应该是满意了 在天之灵 绝对满意 那么第二 这个穆陵的规制啊 符合道光皇帝的心理 这个穆陵开始一建筑的时候啊 道光皇帝啊 就确定了他的这个营建方针 他说要一切充简 简简单单 不要复杂了 所以在这种精神指导之下 道光的穆陵 做了两点 这个经建 首先呢 裁掉了一些建筑 比如说 大碑楼 大碑楼那是 神功圣德碑楼 书写皇帝 这个丰功伟绩的地方啊 裁掉 二柱门 方城 明楼 还有石像生 等等 这些个东西啊 统统排掉 其次呢 缩小了一些个建筑的体量 比如说 地宫 由九圈四门 缩减了一半 缩减为四圈二门 那距离长度就减了一半啊 再比如 三大殿 东西配殿 龙文殿 原来是五间 都缩减为三间 体量缩小了 那么龙文殿呢 也由虫岩 两个岩子 缩减为丹岩 还有前面的这个 这个 这个神路桥 由三座桥 缩减为一座 等等等等 缩减了这么多建筑 那得省多少银子呀 所以 道光皇帝这个墓陵啊 在这两方面 非常符合道光皇帝的心理 他应该满意呀 可是 道光的墓陵里面 却是充满了矛盾 可以说 矛盾重重 首先 这个墓陵啊 在当初选择风水的时候 道光皇帝 左顾右盼 手势两端 说道光皇帝 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呀 他说 勿为重劳 一改朴 龙泉享世 待遇我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将来见陵的 哪也不去 就到西陵 龙泉域 那等着我呢 我父皇在那 我就到西陵 别说 哪也不去 这是道光皇帝 说过的一句话呀 但是 这句话 是骗人的一句话 说你如果 就到西陵去 就到龙泉域去 你干嘛派人去 丰人选 去基前选 去密云 去房山 你去过好多地方啊 你怎么能说 就到龙泉域 就到西陵呢 这不是骗人的一句话吗 这是一个矛盾 那么第二个矛盾 道光皇帝的墓龙 既节俭 又浪费 我们说这个墓龙啊 这个当时 道光皇帝规划的时候 又是裁俭建筑 又是缩小建筑的规制 给人们感觉 那就是要 省好多银子呀 可是啊 在我们查阅档案的时候 道光皇帝的墓龙 却花了好多银子 最终的销钻银两啊 达到243万两 比当初计划的 240万两白银呢 还多3万两啊 那即使是康乾盛世时期 修建的灵器 也没这么多呀 你比如说 乾隆皇帝御龄 浩银才203万两 那家姓昌龄 还不到200万两呢 那道光墓龄 就这么节省 还花了243万两的白银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经过啊 实地考察 查阅档案 发现大致三点原因 一是啊 这个墓龄啊 他所用的墓料 为金丝楠木 我们知道这金丝楠木 那可是珍贵得很啊 他成财极其缓慢 没有百年 难成大财 所以当年嘉庆皇帝也好 这个顺治皇帝也好 建灵的时候 就是缺金丝楠木 没出找去 那么嘉庆不就是用松 用松木替代了吗 说金丝楠木和松木对比 那真是价值是天壤之别了 那能不费银子吗 这第一 第二 这个墓龄啊 他多了一架诗牌坊 我们说诗牌坊这东西 在一处陵区只有一处有啊 你比如东陵 旧孝陵有 那西陵也就应该是人 人家这个太陵 有这诗牌坊就完了 可是道光的墓陵 有一架诗牌坊 这架诗牌坊在龙恩殿的后面 啊 宝顶的前面 其实就是三座门这个地方 我们说这三座门不就是灵寝门吗 灵寝门很简单啊 就是用砖砌完了 然后外面啊 这个这个抹上灰啊 然后呢 在箱上流里就完事了 很简单 那多省银子呀 可是道光皇帝这墓陵 这个地方建了一架石牌坊 这个石牌坊 三间四柱三楼 全部是这个汉埋玉的 高大 你看它上面的瓦笼 斗拱 船飞 纹兽 这些东西 全部是啊 石头的 都是汉埋玉的 然后做成木 木结构的形式 都带有雕刻的 那多费功夫呢 所以啊 这架石牌坊 也耗费了大量音量 第三啊 这个木灵啊 它的灵墙 院墙 和三大垫的墙体 是非常复杂的 磨砖对缝工艺 这工艺很复杂 我们知道普通灵寝的 这个院墙啊 那就是用这个操砖一气 然后外面抹上这个灰 就得了 很简单啊 但是道光的木灵 它不是 它的这些墙体 全部是磨砖对缝 这就要求两点必须过关 首先啊 砖必须好 因为你砖在外面漏着呀 那个砖如果有气泡 不行 一定要非常细密的砖 非常质量好的砖 所以第一 这砖的要求很高 第二 垒砖的工艺也很高啊 因为你外面不抹泥 就直接漏着砖 砖与砖之间 要磨砖对缝 这个缝隙 要像头发丝那么细 或者看不到 那得多费工艺呢 得多费工夫呢 所以啊 道光皇帝的木灵 看起来很简单 实际上很费银子 最终销算呢 是243万两 是不是很浪费呀 这道光皇帝呀 真的是 表面上看很节省 实际上 大大的浪费 那么第三个矛盾 就是既不立大碑楼 却要为自己树碑立转 我们知道大碑楼 是给皇帝树碑立转的地方 这个神功圣德碑楼里面 雕刻着皇帝的丰功伟绩 那是树碑立转的地方 可是道光皇帝 挺有自知之名的 觉得在位期间 发生了鸦片战争 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这有什么可以 这个歌功颂德的呀 就不要见大碑楼了 挺明智的 下道预指 可是他并不甘心就这样 不见大碑楼 并不甘心 于是又这样叮嘱他的儿子 如有转术 可与小碑楼悲音眷客 如果你想要 给我歌功颂德的话 那你就在小碑楼的背面 把我的功绩写上去就完事了 您说你这绕的什么弯子 哪有把功德放在背面的呀 那小碑楼是雕刻皇帝的庙号和嗜号地方的 在前面 在南面雕刻 那么背面这不写东西 哪有皇帝往背面写字的呀 这多别扭啊 而且你这是 多么虚伪的一件事情 于是啊 先锋皇帝只有遵旨啊 在神道碑庭的背面 为道光皇帝 撰写了他一生的功绩 那么这是很新鲜 在清朝所有帝王临寝当中 指此一处 所以这里呀 我们总结一下 大王皇帝 三次建陵 三建两差 耗费了大量国堂 正与他当初 极为之初的 节俭建国的方略 是大相径庭 是相违背的 是不统一的 那么他的这种做法呢 起到了极大的 这个极坏的带头作用 就时的世风日下 官场日趋腐败 那么他就把清朝啊 由康乾盛世 真正的引入了道贤衰世 今天就讲到这儿 再见